Meggy美吉是大马人都知道的快速面品牌 在妈妈当更是深受欢迎 大马人也习惯把其他品牌的快速面统一称为Meggy面 所以相信Meggy这个品牌对大马人有非常大的影响 也有不少大马人都以为Meggy是马来西亚品牌 还把它们称为马来西亚Meggy面或大马泡面等等 其实Meggy美吉是来自瑞士的品牌 欢迎来到听听 听听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知识 让大家在紫张压力的生活中带点轻松的气氛 同时用了提高学习 所以记得按下订阅哦 美吉快速面几乎已经成为了大马人生活的一部分 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都非常的喜爱 都是大马人从小吃到大的快速面品牌 无论是午餐、晚餐、甚至是学校通宵读书时的宵夜 Meggy是国际食品品牌 有各种不同的产品 其实这个品牌是由朱利耶斯Meggy所创立 朱利耶斯是瑞士的企业家 因为创立Meggy而闻名 朱利耶斯是一位从意大利移民到瑞士的商人最小的儿子 排行第五 他在1869年时就接管了父亲的锤膜机 是用来将材料磨成粉碎的一种机器 在19世纪60年代 有一艘巨船从美国带来了连家的苦物和玉米 不需要通过锤膜机来制造 给模仿的老板包括朱利耶斯带来了很大的危机 当时的朱利耶斯想要提供在工厂忙于工作 而没有时间准备健康食物的妇女 一个美味、有营养、又容易准备的食品 有一天他遇见一位专门研究豆科植物的苏勒 苏勒告诉他 豌豆和黄豆类等等 都是一些可以用来预防工厂工人 营养不良的问题 而且经济又实惠 在1880年 朱利耶斯开始尝试发明新的面粉种类 经过两年的研究后 他终于成功发明了一系列价格便宜 营养丰富 而且容易使用的豆类面粉 这种面粉可以帮助妇女们快速的准备有营养的汤 于是他便开始销售面粉 但是产品并不受欢迎 朱利耶斯没有放弃 终于在1886年装置了植物形液体调味料 叫美极肉汤汤料 也就是大家还在用的MAYE腺味汁 他也在工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即食汤 1888年他开始将这些产品销售到欧洲 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等 瑞士的政府也非常支持美极所创造的产品 不但可以快速准备 而且营养丰富 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开始出外工作 有了政府的支持 让美极的即食汤更加的成功 慢慢的美极也开始进入了中国市场 在1974年被雀巢收购 但是还是以创办人朱利耶斯的理念制作 也就是希望可以制作出美味和营养的食品 在20世纪70年代 美极在大马第一次推出美极快速面 在1983年 美极为上班女性烹制的成功配方 和两分钟快速面在印度推出 事后美极也调整了原本的法式美极鸡粉 推出适合中国市场口味的中式美极鸡粉 在2018年 美极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饮食习惯 推出了美极鲜辣汁 2019年也根据中国饮食减延的趋势 推出了美极减延鲜味汁 目前美极的产品已经包括了各种不同口味的快速面 汤块、番茄酱、调味酱和土豆泥等等 美极对所有的材料都非常的严格 用来制作面条的面粉 都是特别从欧洲进口的优质小卖 一年可卖出13亿份的快速面 多年来美极都获得全球品牌足迹报告所公布的 全球消费者选择最多的品牌奖项 成为了许多国家可爱的快速面品牌 你也喜欢吃美极快速面吗? 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还有什么好吃的快速面品牌吧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分享 记得按赞、放逐与分享